观众朋友们好 接下来带您关心香港和中国大陆的最新消息 香港无线电视连续剧《天与地》 27日突然遭到中共当局封杀 消息指出 怀疑是边剧影射六四事件 而且在第十集金线法轮功的尽头 无线电视表示 正向中共当局了解遭到封杀的原因 有学者批评 中共电检审查更加严苛 反映当局的恐惧心理 作为六四22年来 首部被禁的华语电视剧 无线电视发言人 星期三向本台证实 共有11个大陆视频网 收到禁令停播 目前他们正向当局查询禁播的原因 长达30级的《天与地》 从一支乐队出道之初的 《人吃人》雪林故事引入 被指引于中共六四图存 及杀害同胞惨案等 有学者认为 《天与地》被禁 反映中共当局缺乏安全感 骗集更在第十集出现 铜锣湾法轮功真相点彻底解体中共横幅的尽头 对于可能因为这个画面而被禁 法轮功学员卢杰相信 这反而会促使人们找真相 大街小上都是大陆来的游客 每天都有那么多人 都在街上看到这些横幅 反而使人们想了解这件事情 了解这个退出共产党 为什么天要灭中共 《天与地》这部被禁的电视剧 将在1月1日上演大决局 是否会越近越红 造成收视力大声呢 我们拭目以待 新唐记者梁珍在香港报道